像我带朋友就会去文金门的有许多的这个秘境 譬如高洞 那高洞让它摄影起来之后 刚好那一个碉堡就变成你的一个相框 所以造起来非常的完美 那譬如说在东北角的地方 有一个叫做寒色花 那寒色花上面的这一个岩石的条纹 很像那个马祖婆的古脚步 像这一些是很多的朋友来到金门 他来到好几次都还不能够寄到的这种东西的地点 那这些秘境其实是值得你来慢慢的休闲 然后很悠悠的这一个来那个欣赏文金门的风景 再来有一次有一个志工队 那个台南的文学馆的一个志工队来金门 他是说来金门玩假的 那么为什么到金门是来玩假的 因为在战地时期 那为了要做掩护作用 那为了要做掩护作用 所以有很多的那一个像 甲商店 甲门墓 然后甲庙宇 那那一趟他们的游城就是完全来观赏这些假的东西 所以叫做来金门玩假的 那实实在在就是要来体会当时在国共紧张的时候 那所做的一些公事 那一个是做掩护来用的 那有甲商店 甲庙宇 甚至甲门墓 这些都很有意思 很好客栈的负责人刘伯吉 那我为什么会想开这个客栈 其实我们以前是有开过民宿 那因为认为说在开民宿的时候 那有很多的朋友 跟我们也反应得不错 然后客人的互动都蛮好的 最后也都成为好朋友 那我认为说 如果我把这个能量更扣大的话 那应该会更好 所以我们就决定说 从以前的这个民宿的延伸 到现在小小的这一个旅馆 那我这个就是 为什么要以这个挺好 为这个招牌 那我就是认为说 我们要挺好吃 挺好住 挺好玩 那这个就是我们代客的一个期望 这样 这个金门挺好民宿 是在县政府旁边 那现在是有一家刚开幕的 这个前联也在我们的附近 那对于交通来讲是非常的便利 如果您到金门来旅游 可以考虑到我的这一个民宿 在我的这一个旅馆来入住 那我的Nine的IG是 G-H-O-L-D-037 G-H-O-L-D-037 欢迎你来家成为我们的好友 那来我们为你服务 电话 电话0979-699-369 0979-699-369 地址 那么我们的地址是在 金城镇的民前路 226巷4弄10号 金城镇民前路 226巷4弄10号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填好客栈 谢谢 花扫 她的那家那个小女孩 她说 阿嬷你去打电话去叫那个医婆 送这个来 给我吃 生病了就很喜欢吃这个 然后每次回来我就要买这个 但是做这个 去给他们吃 因为我姐夫也买吃 所以家里有做 就偶尔就拿过去给他们吃 知道他们回来了 就爱这个 虽然是已经在台湾出生 现在已经读国中了 我觉得他们基因很强 就是爱这个